3月7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出席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就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发表正次演讲。 他指出,美联储可能不仅会加快加息步伐,终端利率也可能高于此前预期。 话音刚落,美国债券收益率飙升,美股三大指数直线跳水,纳指和标普500均跌于0.9%。 鲍威尔的言论比预期更鹰派,交易员押注美联储更可能在3月会议上加息50个基点。 他还表示,要是通胀率回落到2%,就需要降低核心服务,不包括住房的通胀,而且劳动力市场很可能需要出现一些疲软。 墨西哥茅塔利帕斯州州长3月7日称,在墨西哥被绑架的4名美国人中有两人被发现死亡,另外两人幸存。 一位熟悉调查情况的官员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两名幸存的美国人现在由FBI照顾并已返回美国。 据消息人士透露,两名幸存者将在德克萨斯州的一家医院接受医疗护理和观察,其中一名幸存者受重伤。 墨西哥当局表示,4名美国公民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彼此是关系亲密的朋友,其中一人为6个孩子的母亲,他出于医疗目的前往墨西哥。 另有美国官员指出,4名美国公民没有犯罪历史,犯罪分子可能误将4人当成毒品走私者才对其进行攻击和绑架。 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表示,司法部正在与美国国务院就此案密切合作,白宫表示正在与墨西哥政府合作,以了解更多有关该事件的信息。 英国苏纳克政府将于3月7日推出新移民法案,内容包括政府将耗资30亿英镑禁止偷渡客乘船入境,还要终身禁止偷渡者的留英资格等,引发不小争议。 据英国《卫报》6日报道,新法案规定,将拘留所有搭乘小船经英吉利海峡非法进入英国的人士,并把他们缔解出境,转至卢旺达及其他安全的第三国,且终身不得再申请英国公民身份。 英国《泰晤士报》称,根据英国此前的法规,外来移民只要在英国上岸即可提出庇护申请,即便申请被驳回,仍然可以提出复议,而来自阿富汗等部分国家的移民几乎全部获得拘留资格。 因此,英国2022年非法移民人数同比猛增60%,去年11月的民调显示,高达7%的英国公众对于政府移民政策 感到不满。英国首相苏纳克警告称,只要通过非法途径来到英国,就别想留在这儿。 韩国政府3月6日宣布针对日本二战时期强征劳工受害者赔偿问题的解决方案,决定由韩国行政安全部下属财团筹措资金,替被告日本企业代付赔偿金。 该方案已经发布及遭到韩国最大在野党和多个市民团体的批评和反对。 长期以来,韩国受害劳工及遗属多次发起起诉向日方索赔,但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一直以两国1965年签订韩日请求权协定以解决索赔问题为由,拒绝赔偿。 韩国大法院2018年就三起索赔诉讼作出终审判决,认定韩日请求权协定不妨碍强征劳工受害者起诉企业,判令涉事日起赔偿原告。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6日表示,这一方案是对强征劳工受害者的二次加害,更是韩国外交史上的耻辱和污点。 这一方案还引发部分受害劳工及家属和市民团体的强烈反对。 韩国多个市民团体当天在首尔外交部大楼前举行紧急记者会,表示不接受第三方代付赔偿金,敦促政府撤回该方案。 为解决企业在数据安全操作方面的问题并简化监管结构,中国政府将设立一个集中管理海量数据的新机构。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个新的国家数据机构将成为中国各类数据相关问题的最高监管部门,易改目前多部门共同监管的结构。 新机构设立后将负责裁决跨国公司在华业务产生的数据能否出境。 此外,还将负责企业数据收集和共享规则的制定和执行。 他们举例称,新机构可能禁止企业收集某些类型的消费者数据,或审查中国公司计划与海外商业伙伴共享的数据,以确定是否可能违反国家安全规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